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好人 他叫刘立伟 47岁 是长春的一名修理工 他为人非常的忠厚老师 对工作认真负责 对父母非常孝顺 没得说 2015年他被评为了长春好人 不过在荣誉背后 却是一份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楚和心酸 八年前一场车祸 让他整个家庭陷入到了噩梦当中 从那一刻起 他要独自一人照顾两位瘫痪的老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叫刘立伟 今年47岁 我父亲他84岁出的车祸 请咱们栏目组 为我争取我父亲这个后续赔偿的损失 2011年11月15日 刘立伟的父亲刘生元 在买煤的路上遭遇分一来后货 他是在家里护了我母亲的时候 我在外地打工 冬天他走着到煤厂去买煤去 完了他就往回走 走的过程中 后边来一辆大车 前面一个三轮车挑头 他躲着个大车 把我父亲创造碾压袋车底下了 双腿压折了 事故发生后 刘生元立即被当地村民 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医生诊断 刘生元双侧小腿 开放性粉碎性五折 双小腿神经血管损伤 我到医院以后 基本上人家是脑瓜子崩溃了 我周开 周开他盖的背 看的腿只剩下 看着只剩下 皮更紧了 整个人 麻木的感觉 找医生 找主任 赶紧抢救 赶紧抢救 我让我爸活下来 由于刘生元的双腿皮肤 坏死面积大 并有感染迹象 医生建议 急之保命 七点左右交的肺 交人肺再开始做手术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七点多 经过将近十二个小时的手术 刘生元的命保住了 但他从此失去了双腿 那么究竟谁该为刘生元以后的生活负责呢 德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显示 货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 三轮车主承担次要责任 刘生元不承担责任 三轮车说三轮车没有钱 当时我们需要住院需要钱 交警仲裁他们说 先给你两万块钱 你先把医药费垫上 先把命保住了 先把人救活了 我一行了这事 对啊 不管要多少钱 我现在要的是人呢 要的是这条命啊 我就认可了 而此时 货车司机却不同意进行仲裁调解 他认为这起交通事故 发生在他履职过程中 应当由车主承担赔偿责任 货车司机说 让法院判 走法律程序 2012年4月25日 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 调查结果 证实了货车司机的说法 他确实受雇于区某 并且这起交通事故 发生在他履职期间 因此法院判定 由车主区某支付赔偿款 由于货车在保险公司进行了投保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赔偿22万元 区某赔偿8万余元 法院判决后不久 刘立伟的父亲便拿到了 30万余元的赔偿款 当时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 80多岁人家法院说的 只能是赔偿你5年的 因为你岁数太大了 我说那活了100多岁呢 他说那你活了100多岁 你再起诉 我要再判 如今距离2011年 已经过去了8年 当年法官说的话 始终在刘立伟心中营绕 他想起诉 但他却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因为有一个顾虑 一直困扰着这位长春好人 我真是没有办法 再去追要这笔赔偿去了 后来在家 没二十看电视 看到律师来了这个节目 我说我打栏目组 电话问一下 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给予帮助 当时你打疯了之后 就什么心情了 觉得有一点希望 老父亲在84岁高龄 遭遇如此重创 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之后后续的治疗 护理 康复都需要钱 八年前有三十多万赔偿 但现在早就用光了 老刘此刻有些力不从心 他想再次起诉 要更多赔偿款 但这个时候有人说了 你已经有过一次赔偿了 还能再要钱吗 再说了 你可是长春好人呢 刘立伟听完 有些委屈 也有些犹豫 难道为父亲要赔偿款 他错了吗 这赔偿还能够继续追加吗 带着一问 他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法为神末 助为初心 律师来了 现在开场 有请求助人 刘立伟 我叫刘立伟 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 我是为了我的老父亲而来 我承诺 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刘大哥您好 你好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希望可以帮到您 你看 你的律师 他们来了 我是来自北京的王明林律师 长期致力于合同 婚姻家事 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 民伤事诉说案件 我和我的团队 有着多年的办案经验 我们为公益而来 此次将全力以赴 为您的合法权益而战 我是律师 我来了 我是北京律师 任战敏 长期办理交通肇事 房产继承 公司业务 及刑事案件 并代理了大量 弱势群体案件 获得了当事人的认可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是你们的朋友 任战敏 我是律师 我来了 我是律师 取义 我带领专业团队 长期专注于婚姻家事 及经济房产类案件 凭借多年办案经验 及对法律的深刻理解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 必将全力以赴 不负重托 我是律师 我来了 本期节目 我们邀请到三位 愿意为本案公益代理的律师 每位律师身边 有三盏信心指数灯 点亮其中的一二三盏 分别代表他们对案件 信心较弱 信心一般和信心满马 求助人可以去此参考 选择律师 最终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 也将赢得舞台中央的奖杯 现场还设置了 由两位观察员 和三位人气律师 共同组成的助力联盟 为求助人出谋划策 本期助力联盟 观察员有丁熙 雷鸣 人气律师有 邓丽强 周旭亮 附金镖 咱们老父亲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身体恢复得还顺利吗 恢复得还行 但是来说 常年得在床上躺着 积累的肺内感染 肺炎 经常是主愿 所以现在每天 您得一直照顾他吧 以前父亲是家里的顶长 但现在他需要您的照顾 可能我们还得把记忆 回溯到那个让您 特别难过的 八年前的那天 当时发生车祸的时候 您不在现场 我见到父亲已经送到 咱们 我们长城市医院了 当时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父亲就在救护车上躺着 裤子全湿透了 全是血 然后打开以后 一看骨头在外边支着 当时你的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懵了 心里别提 别提多伤心了 也别提多着急了 赶紧的就是 台下担架 直接送到 手术室 手术顺利吗 不顺利 从晚上七点多钟进去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快把脸都出来的 第一个医生出来 我问他医生我爸爸怎么样 医生把口罩窄着瞅着我 摇摇头 这处的无声真的是像利刃一样扎在你的心上 对 待了两天 完了呢就发生感染 医生说必须还得结枝 一开始是从小腿一下结的 结完以后 两天 这就是发炎了 感染了 始终是昏迷不醒 高烧不退 完了又开始第二次结枝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 我们优大哥父亲 受伤的一个情况 而当时您在现场 看着父亲要 截肢 内心是什么感受呢 心里特别苦 因为父亲从小到大 没想着福 到老了八二多岁了 把俩腿 还无缘无缘让人给压折了 失去双腿了 当时身边只有你 一个亲属在 您的母亲还在老家得慧呢 因为我母亲祸创瘫痪 四十多岁就瘫痪 一直我父亲死瘫 那母亲没有疑问吗 怎么我家老伴出去了就没回来 他有问你吗 我交代邻居了 我说他让车碰了 但是不严重 轻伤 在医院我 我在身边呢 我说你放心 告诉我妈放心 我妈眼睛看不着 我妈妈还有失明的这个症状 完全失明吗 她一只眼睛是彻底失明 一只眼睛是白内障 也是模糊 不清 所以那个时候 时代的分身法术 只能是让邻居 勉强照顾一下你母亲 还得瞒着她 不能跟她说父亲的真实情况 对 既担心父亲的情况 也担心家里的母亲 但可能你还要再操心一件事情 因为手术的时候 父亲是昏迷的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腿没了 你要怎么跟他说 出了ISO进入病房了 问我了 我说儿子 爸那腿呢 那腿没事吧 我下边瞅一瞅 下边是被子盖是空的 我说没事 能走啊 接上了 我说接上了 换药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 她能看着了 我就把那个被 直接盖到她脸上 晚上总要去去摸一下 摸这条腿 她也有感觉 对啊 这怎么能瞒得住呢 后来我想个办法 正好 我看旁边有那个 废旧的几颗箱 我把那几颗箱 选上半圆筒 搅完以后 完了再搅两个长条的 卫生框 我做一对脚 这个正好能套在 它甲织的那上 我要给它 缠好了以后 每次 每次她要看腿的时候 我套上以后 把背盖上 我说你看脚还在这呢 她自己就摸摸这腿 这是脚 这是腿 在这呢 但脂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还记得什么时候 父亲终于发现了真相吗 16天 17天的时候 医生过来给拆线了 她这个时候吧 她身体已经能 有点劲了 能活动了 完了拆线说 特别得要看 我看吧 看完以后 啥也没说 自己就 帮着就往后边一躺 眼睛瞅着两边 一句话都没说 不仅一句话也没说 不了 一切都是因为 那一场交通事故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天交警出具的 交通事故认定书 首先有提到 我们的货车的驾驶员 违法超车 我们三轮车的驾驶员 他驾驶的车辆是 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车辆 因此 货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 三轮车承担次要责任 您的父亲 没有责任 当时我看说是 这个三轮车主 是赔了两万 当时正是 住院抢救的时候 交通队找到我说 进行调解 跟这个三轮车司机 先仲裁和解 同仲裁 三轮车司机同意 赔我父亲是两万元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当时您和这个三轮车 在进行仲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形成过 仲裁的相关的笔录 有是仲裁的笔录 如果形成了仲裁裁决 双方都签收了 也认可这个钱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当事人 有放弃自己 一部分权力的权力 并且我认为有一点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因为事故认定书 认定的是主次责任 三轮车一方是次责 它有可能会承担一个 百分之三十左右比例的责任 如果您放弃了 对于三轮车车主 或者司机的 百分之三十范围内的 这么一个责任的赔偿 将来这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是不可以追加到 其他的侵权人身上的 当时对于这份调解书 您是认可的吗 认可的 我是不是可以推理为 您想我先拿这两万块钱 去看病 有什么事 我今后再说 还是说 我拿了这几万块钱之后 这事就跟你没关系了 对 因为啥 我当时是拿这两万块钱 救命钱 如果我要是不同意调解 也许就是说 没有这两万块钱 可能连生命都保不住了 连生命都没了 我认了 如果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再找那个三轮车司机 比如说法律上支持你的话 你现在找不找 法院支持我的话 现在我也不找 因为做人说话的算数 我现在想说另一件事 就是也同样告诉 遭受交通事故的一些 需要救急的一些观众 就是在我们国家 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以后 后来我们有交强险 交强险拿出一块 专门用来救急 成立了一个帮扶基金 是可以关于医疗费 以及丧档费是可以从这里申请的 好的 谢谢您 之后判您的是 货车车主要赔钱 对吧 对 货车那边是怎么说的 货车那边等着法院开庭处理 判决是保衍公司赔 赔交强险12万 其中有一万块钱的是预支的 一万块钱 就剩十几万了 商业第三者险是十万 总共是二十一万 货车车主垫了是七万五 五千多块钱 赔四千多块钱 就是刨去那七万五再加四千 等于说是赔八万 对 我们看到在这件事里 首先84岁的老人家没做错什么 对吧 没有 那个车主没做错什么 他做的事无非就是买了辆车 顾了一司机 他没做错任何事 对 做错事情 占次要责任的三轮车司机 起码还给了两万 那最有错的这人无所谓 真正占主要责任的这位货车司机 什么责任都没有 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来讲 那么雇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如果给他人造成了相应的损害 那么应该是车主承担责任 的确雇主应该承担责任 但是雇员有过错的话 雇主承担责任之后 是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的 在这个案子里面 老孙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因此我认为他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我外婆就是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 也是被撞过 那个小伙子不是故意的 撞到我外婆了 导致老人骨折 但是那个小伙子怎么做的 我跟您说 天天到我们家来 坐在老人的这个病床前 安慰老人 给老人端茶 来跟老人交流 跟我们家属交流 我们都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是如果缺乏这种针 缺乏这种诚 缺乏这种沟通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八巡老人遭遇非来横祸 肇事司机为何置身事外 真正占主要责任的这位货车司机 什么责任都没有 父子相伴数十载 生父却另有其人 说是他是在 我是在别人家抱来的 事发已过八年 责任主体是否还能找到 后续赔偿又能否获得 劫后余生 律师来了 正在播出 当时是瞒着母亲 父亲的真实情况的 后来怎么着 也得跟妈妈说 父亲腿没了 还记得妈妈当时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的状态 我妈第一眼看说 我妈说完了 这我不能动她 你爸现在也瘫痪了 以后就咋办 我说没事妈 我用个工作不干了 我能伺候你们 我是这么说 不干怎么办 不干我就没有收入了 我没有收入 他俩怎么活 并怎么看 怎么能维持这个生存吧 没有办法 我原本是想赔这些钱 去了还大伙借的 帮助我的钱 五万多块钱吧 还剩十多万块钱 就是给他俩留着看病用 雇保姆 白天雇的是保姆 一月两千八百块钱 送我他俩的大小便 吃饭烧炕 晚上已经就回家了 晚上呢 我骑摩托车下班以后 我就回到德惠 护理他 每天晚上从长春回到德惠 骑摩托车 那是大概要多少公里啊 一百五十多公里吧 每天这么往返 骑摩托跑 对 我李哥说的 你这样是下去不行 你买个房 我说咱买不起啊 说你可以交个首付 我说这样行 完了找来找去 找一个房子 一室一厅 四十多平 交到八万块钱 半个首付 我就把他们接到身边了 总算是在长春 有一个小家了 不管岛地 我的父母 我也没把他们冷了 没手术之前 就是人是不行嘛 都不懂嘛 然后就是这个 大便呢 都库内 很多很多的 都是他来给收拾 插起的 都是他来做的 能做到这一点 还真真不错的 别说是一个 养父了 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对 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跟邻居 在一起发生了争吵 我放学一回来呢 我就去找他去了 他说你找我干啥 你也不是他亲生儿子 你找我干啥 这是第一次知道 对 那时候您多大 十四吧 十四 十四 当时你什么感受 你相信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问我妈 我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我妈说你问这个 我这事就过去 等到我大了以后 我妈告诉我了 说是她是在 我是在别人家抱着的 那老太太 说是她的朋友 放在这了 我们俩给找个好人家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您的心里有 会有些变化吗 因为我也是苦孩子 这两位老人呢 从救赦会到新中国 刚要降服 又出现这么大一个 天塌下的事故 一辈子的 都挽回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就是说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只要我有能力 不管怎么坎坷也好 我们在一起就是快乐的 我们看到这是一张 让人觉得 有点不知该从何说起的 悲凉和伤感的一幅照片 一家三口 母亲坐轮椅 父亲腿没了 怎么我看 您的右腿当时是蛇的 我的右腿是中午回去 给我妈骑摸车送饭的时候 冬天下雪嘛 我们的道也非常窄 前边就过了一个面包车 奔着我过来 我一躲 正好旁边是树创树 我腿是创蛇的 现在好了吗 没有 半夜板碎了 没结 韧带蛇的三根 为什么没去治疗 因为费用太高了 结这条腿得六万多呢 现在腿还是坏的 还是坏的 我们说刘先生啊 作为一个养子 对他的养父养母 能够如此这般的孝顺 在2015年被评为了长春好人 对吗 这是市委宣传部 还有文明办给您颁发的 2015年第四季度 长春好人 16年还获得过长春好人 标兵称号 刘立伟 孝老 爱亲 我只不过是进到 我做儿子的义务 所有关心我的公司领导 社会各界朋友 包括律师来了 还有观察员同志们 你们才是好人 从一开始到现在 刘大哥一直保持 这个很理性的状态 但是当讲到 别人给他的帮助的时候 我发现 他眼眶湿润了 没哭 没哭 只是眼睛有点酸了 能不能再说一下 您心中明确的一个诉求 希望我们怎么帮到您 我想不通的就是 我父亲84岁 双腿高位结实 为什么鉴定证明叫 二级伤财 部分护理依赖 这个我想不通 好 这个鉴定机构 到底是如何去认定的 我们有派位律师 到前方去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 王爽律师 有什么实地的发现 请看视频 主持人你好 我是警省长春市 王爽律师 我们现在是在 刘先生的父亲 当年做司法鉴定的 这个鉴定中心 我们马上要去 向法医咨询一下 当年做司法鉴定的 一些详细情况 以及看刘先生的父亲 现在是否具备 重新做司法鉴定的条件 刘先生这个 他父亲当时 平定的二级伤财 因为他当时 是在2012年受的伤 当时依据的是 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评定标准 在这个标准中 有明确条款规定 双下肢 膝上截肢 就是二级伤财 当时我们对刘先生父亲 进行部分护理依赖 评定的是依据 当时工商标准中 对生活自理能力 有一个示意 它是有五项规定的 具体就是指 进食 翻身 大小便 还有穿衣洗漱和自主行动 完全护理依赖 在这个事宜中规定的是 以上五项 完全需要他人帮助 像刘先生父亲这种 一到两项 是不能自主完成的 需要他人帮助的 这种是部分 主持人 根据刚刚刘法医 给出我们的专业意见 刘先生现在是完全可以 为他的父亲 重新申请鉴定的 但是由于案件比较久远 近几年鉴定的标准 也是在不断地变化 最终鉴定的结果如何 需要在法医查体之后 根据现行的鉴定标准 才能做出最终的结果 那刘先生是否选择 重新为他的父亲做鉴定 我们要遵循他的个人意愿 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调查到的结果 好的 感谢王爽律师的详细调查 如果现在再去启动 重新鉴定 可能我们并不建议这么做 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 去鉴定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时机 因为治疗终结了 基本上能够认定的 也都可以认定 一般不要超过一年的时间 你现在附近的这种恢复情况 你现在鉴定的话 有可能还是三级商产 就是有可能还降低 对你更不利 你现在鉴定的话 你还得交鉴定费 而且鉴定费改变不了结果的话 你的鉴定费要不回来的 你选上加双 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 你想不通的法律问题 我们也帮您梳理梳理 就是精神准时费的问题 我父亲五万元 一般精神损失费是 赔二十年的 在我国的法律当中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情况下 原则上以一次为限 并且如果您以单独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金为由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那么也就是说 您没有权利再去主张 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了 您的父亲当时出事故的时候 是七十五周岁以上 他的伤残赔偿金最多能多少 法律规定七十五周岁以上 支持五年 但是现在您的父亲依然存活 这个五年之后的伤残赔偿金 判决里面没有涵盖 您这一部分钱 是可以再次去主张的 所以这叫做区别对待 一个可以再次主张 一个不能再次主张 法律规定的是 七十五周岁以上 我是赔偿您五年 在我看来 这个五年 它是有这种两种解释的 一种是年龄上的 另外一种是数额上的 就是我不管你活了多少年 只要你七十五周岁以上 我是按照数额的标准 来赔给您 应该是按照年龄吧 假设说有一个老者 七十六岁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他是不是应该赔偿五年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他活到七十七岁 他不幸去世了 那他四年后面的款项 是否还要退回呢 可能从大众情理来讲 我们觉得不需要退回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赔偿你了五年 我还继续要给你款项的话 那是否合理呢 因为这个钱本身就是侵权者 基于侵权行为 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 不存在什么返还的退还的 人身随外赔偿司法解释里面规定了75周岁以上 就是按照五年来支付 被侵权人实际存活的时间超过了赔偿年限的 是可以进行追加的 这个追加不仅限于伤残赔偿金 包括护理费 营养费 这个残疾辅助器具费等等 就是您之前判决里面所支持的赔偿内容 如果不足以涵盖您现在的损失 您是可以进行追加的 我认为这个案件它是两个法律关系 第一个是交通事故的引起的侵权关系 第二个是车主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关系 所以说保险公司它先把交向险 这个商业险赔偿完了之后 多余的部分才让这个车主来承担 所以说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 它的赔偿义务 对 它的保额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们只能去找这个车主了 对 只能找车主 好 三位律师 我们有三层信心指数灯 结合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证据 我们老刘的诉求 你们对办好这起案件 达成诉求 信心如何 三秒钟思考 请表达您的态度 三 二 一 开始 好 都是信心满满的 能帮您解决好这起案件 好 这样我们来听一听 有很多律师在场外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给我们进行留言 也想出谋划策 这里有一位信里的网友 说了一个观点 老人超过75岁 构成二级商场 法院一般是暂计五年的护理期限 但是五年后还要继续护理的 老人可以就护理费 再次请求赔偿 然后另外一位网友 叫大好和尚 他说已经过去八年那么久了 这期间没有联系的话 人可能找不到 那么人找不到 实际操作中该怎么办 好 感谢我们各位网友的 分享和讨论 确实刘先生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我们假如想去找车主的话 怎么找 您这八年跟他们有过联系没有 只有一个电话 电话再打的话 已经说了他换号了 有去他们那个单位 那个车队去找过吗 车队那个地盘是他租的 现在他搬走了 所以现在去那个地方 找不到人打电话换号了 您一直没有联络上车主 曲女士 对 我们的律师王爽在前方 通过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了关于曲某的 相关的信息和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调查 我们现在是在大房深圳 刚刚从这个派出所出来 通过我们刚刚的调查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这个被告曲女士 已经于2017年 因为疾病去世了 她的户口也已经在 公安机关部门进行了注销 那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调查到的一个结果 好 谢谢王爽律师的前方调查 刘大哥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是吧 没有 听说他去世了觉得呢 挺惋惜的 因为他的年纪 年纪也不大 就去世了 心里还挺难受 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的 最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赔偿的对象 车主曲女士去世了 问一下我们三位主场律师 曲女士的去世 对我们的后续所谓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案件可以分为四步 您首先要确定 曲女士的继承人到底是谁 您可能还要去前往的护肌科去看一下 如果要是既有父母配偶 父母子女如果都健在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把他的继承人 列为本案的被告 第二个 在已经确认被告的基础之上 您需要看曲女士有没有遗产 如果他有遗产的情况之下 您需要提供遗产的线索 第三步 也就是确认他的继承人 已经继承了曲女士的财产 因为只有继承人在继承曲女士财产权利的同时 才能承担起他的义务 也就是对您父亲造成的侵权的义务 第四步 如果假设说您这个案件已经胜诉了 那么被告还是不出现 那么我们建议您 就可以把这个被告列入黑名单 他的丈夫姓王 这个车队是王经理的车队 始终都是王老板 赔偿金也是王老板 他姑娘他俩拿的 代理授权 代理签字人 赔偿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王老板 我认为应该先找王经理 为什么 因为刚才刘先生说了 车是王经理的 如果他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 这辆车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辆车的收益 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 那么这笔债务 应当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由他的先生王先生来进行赔偿 如果这个车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也不属于共同债务的话 接下来才是去找他的继承人 如果在穷尽了一切的 司法救急手段之后 您的主张没有得到 法院的判决或者支持 我会协助您去申请社会救助 慈善救助 第一种思路就是打官司 第二种思路就是调解 你的难点 第一 人难找 找谁 第二点 打赢官司之后 就执行不回来怎么办 现在起码有两个人可以作为被告 第一 原来那个大货车司机 可以作为被告 因为在那个交通事故中 他有个财产权业保全的告知书 那里面是有大货车司机的 他的住址和身份证号的 这个案子 告大货车司机能立上案 没问题 第二个 屈女是不在了 但是不管是刚才 这个王律师所说的 他们是夫妻共同财产也好 他是法经继承人之一也好 都可以把他们列入被告 第二个 官司万一如果打赢了之后 执行不回来怎么办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财产保全 大货车司机名下 他有什么财产 对吧 我们的查封 扣押 冻结 包括这个王先生 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他的名下有什么财产 同样是财产保全 这是诉讼 调解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这个 大货车司机也好 还有那个王先生 我们也可以给他发律师函 构建一个 调解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我想就这个案件的代理思路 向三位律师有一个建议 保险公司即使在足额赔付下 平时一滴水难时一片海 我相信保险它有承保风险 有管理风险 有投资风险 有道德风险 但它没有社会责任的风险 对于社会责任 我相信我们国有的红色保险公司 会有自己的思考 所以不能少了这个当事人 当然有同志说 你都最后说到社会保险了 说明你没有信心 不 恰恰我们的 这个社会保险救助机制 是我们社会的兜底 这也是我们社会 弱势人群的希望之所在 好 三位都陈述完了 你们的思路了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真实地表达出 你们此刻对这个案件 到底信心如何 三 二 一 请按灯 好 我们看到曲律师 捡了一盏灯 我在和任何当事人 接触的时候 我往往会想到的 都是最全面的风险 对案子有信心 我十分有信心 但是我的感情包袱 背得太重 我太想代理完之后 这个案子一定要胜诉 如果这案子在我手中败诉 我会觉得 我对不起刘先生的感觉 那我觉得他应该有权利 拥有一个百分之百的 绝对的信心的律师 打官司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 它是需要客观证据的 因此我最终还是律师的身份 战胜了我感情的角色 最后我灭掉了一盏灯 特别希望刘大哥 我们的这期节目 您应该请老父亲一块看 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幸运的 这个幸运有两层意思 一个意思 老父亲现在他的生命保住了 这个是无比珍贵的 第二个幸运 我们看到我们全场的 无论是我们在场的专家老师 我们的律师 还是我们的观察员 还是我们网上的律师朋友 全社会各界都在关注您 都在帮助您 所以这是一份大爱 所以您也是幸运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特别特别 想请刘大哥 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 给正在电视机前 看这个节目的老父亲 说说您此刻的心里话 爸爸 我只想说一句话 都说酒病床前无孝子 但是我也告诉您 酒病床前有养子 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不管事情会发生什么程度 光是能不能打赢 打到什么地步 我都会在你身边 陪着你 您放心吧 您做了很多努力了 剩下的交给我们的法律 交给律师 帮您去维权了 现在我们需要您再去 做一个有点艰难的选择 选择一位律师 跟您携手去帮您 走完这条维权之路 在您选之前 我们有请我们的人气律师 再给您最后一点法律建议 今年的咱们的中央政法委 财政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和司法部 出台了一个 关于建立完善 司法救济制度的一个意见 意见当中明确了 救助对象就包括了 这个交通事故不能赔偿的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 即使你找不到任何的赔偿人 或者赔偿人没有赔偿能力 你去法院申请执行完事之后 你可以向法院申请 他给你着定会给你一定的金额 整件事听到现在 其实我对刘大哥 更多的是钦佩 而不是同情 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 不是让你发财致富 也不是让你的利益最大化 而是说回归理性 让你得到的补偿最公平化 这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目的 和意义所在 所以我们刚才给你提供的 这些方案也好 办法也好 实际上我们只是要维护你 应得的权益 但并不是意味着 你以后可以不用勤奋 不用去拼搏 不用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不是 好 刘大哥 现在选择权 完全由您来掌控 是选择王律师 任律师 还是曲律师呢 请您移步到舞台中央 刘大哥 请您在思考最后的五秒钟 请说出您的选择 我选择王明玲 好 有请王明玲律师 你好 谢谢你 不客气 我还有句话想跟您说 刘先生 因为诉讼有风险 不要因为维权会麻烦 你就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 因为只有个案 只有事件的发生 才能推动立法的进步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个案 就是那个推动的那个翘板 对 来 王律师 好 谢谢 现在我要郑重地 给您颁发我们 律师来了第三季 公益代理律师的 资格认证奖杯 这是一份荣耀 也是一份责任 他沉甸甸地 希望也可以时刻提醒您 要帮我们的刘先生 好好地带领好这起案件 希望二位精诚合作 来 请二位 共同点亮我们的维权之路 谢谢 让我们开启法律之门 雇员在雇佣活动当中 如果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由他的雇主 来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如果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 那么应当由雇员 和雇主一块 承担连带责任 所谓连带责任 就是指当责任人为多人时 他们每一个人 都对全部债务 负有清偿义务 因此 你可以找他们当中的一人 也可以找他们当中的多人 要求他们来进行赔偿 雇主在承担了 这样的连带责任之后 当然也是可以 向他的雇员进行追偿的 因此 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您也遭遇了雇员之害 那么是可以将雇员 和雇主一块 宿至法院 主张赔偿的 在这里 我也想跟刘老先生 说几句话 他们都说父爱如山 但是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感觉 儿子的爱如海 一样宽广 一样深邃 相信在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会有全网 全国 更多的朋友 去关注这件事情 我也祝福您 在维权之路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就只是想 对我亲生父母说 你的儿子现在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儿子 还有人关心 有一对老人 把我养大了 我们仨在一起 朝夕相处 我们是比亲生还亲 如果您要是 您二老要是 门儿馆 门儿照看的话 我愿意接到我的身边 也一样地关心你们 爱你 因为是 我的生命 也是你们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